另外也有两则短短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这故事出自杂函1153经与1154经 在大政杖第二册 三零七页中南到下南 有一次佛住在社会国东元陆子母讲堂 那时世尊于下午时分 从静坐禅修中起身 到讲堂东边的树林中 在户外空地经行 有一位贱骂婆罗窦婆罗门 来到佛的地方 在佛面前 以出俗不堪的话 来辱骂 喝赐 佛陀 世尊继续经行 这位婆罗门也跟在世尊后面走 世尊结束经行之后 在一个地方停下来 婆罗门说 瞿坛降伏屈服了吗 这时 这时世尊说了一段祭送 大义如下 胜利的人会增加更多的怨敌 失败的人则是睡不安稳 胜利 胜利失败这两种念头都要舍弃 才能真正睡得安稳 婆罗门说 佛的开示后欢喜 并随喜 佛陀的教我说 便寻着原来的道路回去了 另外一一五四经 提到 有一次 佛驻社会国东元 路支木匠堂 有一天 世尊于清晨 穿着袈裟 拿着钵 进入社会城起石 那时 贱骂婆罗窦婆遮婆罗门 远远地看见世尊 便以出俗不堪的话怒骂 呵斥佛窦 又抓起一把沙土朝向佛丢过去 没想到 忽然一阵逆风 把沙土吹了回来 反而占污了自己 这时 世尊说了一段寄送 大意如下 如果一个人没有称恨心 另外有人却加以辱骂 被骂的人 还是非常清静 没有烦恼染污 那些恶事 还是会回到 辱骂者 自己身上 就如同想要抓沙土 丢向对方 却遇到逆风 反而占入了自己 这时 佛罗门对佛说 惭愧 忏悔我的过失 瞿谈 我就像是愚痴的人 不能明辨事理 所做的行为不善 我怎么会在瞿谈面前 骂这些粗暴的话 又怒骂恶斥佛陀呢 这时 婆罗门听了佛的开示之后 欢喜 并随喜佛陀的教说 便寻着原来的道路回去了 一般人喜欢增高低 但是大致论说 胜者堕骄坑 父者堕忧郁 事故有智者 不随此二法 意思是说 胜利的人 虽然胜利了 但是堕入骄慢的坑洞内 而失败的人 则堕入忧愁的老狱中 无论是赢或输 都会堕入烦恼之中 因此有智慧的人 不随顺此二法 不会与人争辩输或是赢 一般人喜欢增强斗胜 但是其实人上有人 天上有天 一山还比一山高 不一定每次都会得胜 即使得胜也不是永久 更不值得交慢 辱骂别人 别人安忍并没有损伤 反而自己因为造了恶业 造了口业 自己反而先遭受了恶报 以上以这些跟大家共勉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